当您想在上海开车 您好 临头苏培价7086号为您服务 小伙子 你是刚学出驾招啊 师傅 我只是刚开始在上海开车有点慌 其实我是老司机啊 干嘛我问你啊 你在市区开车 前面呢 有个人开得很慢 你又变不了道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嗯 先XXX 先对XXXX 好嘞 错嘞 一百块没有嘞 对不起师傅 我不该骂人 不是骂人吗 你市区喇叭是不好按的 哥 我再问你 我们前面两根道变一根道 旁边有车子要插过来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呃 插 我就不让 就不让 好了 又将他来 两百块没有来 为什么 我执行啊 他要让我的 交汇车道交替通行晓得吗 一根道走一辆车 再问你 三车道你突然发现前面你要右转 这时候你在最左边车道 怎么办 嘿嘿 这就考验是不是老司机了 先看反光镜确认后面没车 一脚油门 瘦一下就过去了 嘿 惨了 屌了 连续变道又是两百块没有了 哎 小伙子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呃 刚工作没多久 啊 刚上班没多久 你就好买这个别克昂科V Plus了 啊 对啊 我双十一买的 别克补贴很大的 这个昂科V Plus首付才一千一百一十一元 而且到年底前购置税还减半 不要太划算哦 呃 真的 可惜双十一过掉了 不然我也搞一辆 这个车子很好的 又大气 配置又高 别克这个十一亿补贴年底结束 十二月年终福利再加码 别克昂科V家族下定可想购置税减半 首付一二一二元以及九十九元底一千元定金盆账 你现在买来得及哦 哦 是吧 跟我一会就联系CS店去看车 不过小伙子 像你这样在上海开车 每两天工资就没得了 每个礼拜车子都喷不了了 啊 那怎么办啊 师傅 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就投诉你 放心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也不到位 哦 真的 什么办法 啥 你好 零投诉代价八三八四号为你服务 五千 所有的钱 哎 你 你 你 我要投诉你